好 今天回到国内来看到针对花莲强症的灾情 国民党立愿党团是提出了403震灾重建条例草案 所以严拟要编列150亿元的特别预算投入重建 立法院会19号处理报告事项的时候 国民党团提进步二读 最终是在蓝白联手表决通过 经济部19号则对灾民寄出了水电减免措施 房屋毁损不堪居住的受灾户是免收3月到6月 也就是一共3个月的水电费 那么灾损严重的食材厂商是免收5月到10月 一共半年的基本水费以及电费 立法院19号是针对了停砍公教年金案呢 是进行了复议 蓝绿双方都假急动员 投票结果是54比50 否决了民进党所提复议案 立委吴秉锐就被发现投错票了 国民党脸书粉砖就发文大酸说 希望朝野各政党都能够同心协力来保障人民 尤其民进党坚持年改 牺牲了很多公务人员的权益 一再显示民进党的专横跋扈 不过现在呢 好在国民党之下呢 民进党吴秉锐委员 他在这一次关键投票当中 是迷途知返寻爱勒马回头失案 最终投下了反对民进党提案 又有法官倒下了 全国法官19号发起了白花运动 挨到坠楼身亡的 士林地院法官李昭然 那么白花运动中午才刚举办完 结果台湾高等法院民事庭 有一位司法官学院四十期结业 48岁的陈姓女法官 19号下午5点多 突然在办公室接听电话的时候昏倒 经送一急救恢复了心跳 但是目前还在救治当中 反废死的议题在台湾 已经讨论了非常多年了 宪法法庭在4月23号 即将要展开死刑是否违宪的辩论 国民党团就重申反废死的立场 傅坤其强调 国人有70%到90%都是支持反废死的 全国国人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 在支持反废死 但是我们看到 执政党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给国人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 看到高雄的陈中城纵火案 46死 而不能判死刑 再看到台南的双警被杀案 警察是保护人民最重要最重要 社会安全的守护者 如果被歹徒自杀身亡 依然歹徒不会被判死刑 那请问未来有多么多重大的刑案 会陆续的来发生 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要怎么样守护他们的安全 死刑的存废可以讨论 但是刑事政策及立法者 尚未做出改变以前 不应该由我们的司法院大法官 来做出死刑存废的决定 大法官实不应介入死刑存废的议题 尤其不应该推翻过去 已经经过三次解释 核心性的一个死刑 这样的一个规定 如果说大法官过度的干预 具有直接民意基础的 立法权的行为 我想这绝对会折损 我们的司法会信 更会破坏我们权力分立的原则 立法院会在昨天 针对蓝莹所提出的 停砍公教年金案来进行复议 最终是54票对上50票 国民党胜出 民进党的立委吴秉睿 投错票 栏尾全场欢呼 而现在立委业元支猜测 吴秉睿恐怕是想要包牌 不管是往后被问到 挺不挺年改 其实都有一套说辞 他投错的这个案子 是最受瞩目的案子 坦白说我们今天是投了很多案 就上次那个什么 卢献英在投的那个案 对对对 后来就跟韩国瑜院长说 他要请韩院长帮他声明 说他的立场是跟民进党一致 他就一直说他包牌 就他去支持国民党的年金改革 他支持公务人员的年金 要停止所得替代率继续递减 但是他的立场又跟民进党一致 我不知道说他是 他真的是投错还是包牌 因为感觉上是投错 可是你想又觉得不可能 因为如果是菜鸟投错就算了 吴秉睿已经做了非常久的立委了 为什么他还会犯这种超级低级的错误 而且你知道投票的时间是一分钟 所以你假设你第一时间 你老花眼你按错 你绿色看成红色你按错 你实际上在那一分钟之内 你都可以更正的 那你为什么过了一分钟 你都没有发现你投错 所以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非常奇怪 老鸟不应该犯这个错 所以我才怀疑说他是不是包牌 就是说他可以随便他讲 有人骂他说你怎么支持年金改革 他说没有没有 我是投错我立场跟民进党一致 但是有公务人员去骂他说 你为什么没有支持年金改革 我不是投票了吗 所以他是可以包牌的 立法院候胜会在昨天举行交接典礼 并且由院长韩国瑜担任典礼兼交人 而韩国瑜在致辞的时候就表示 在去年的时候自己头发还很多 但是担任院长两个半月头发就掉光了 这个玩笑也让全场是哄堂大笑 而立委徐晓星现在卷入的是大公的诈骗 洗钱一案遭到绿营连日围攻 而近日绿营甚至还指控徐晓星 疑似帮她的婆婆向台北富邦银行 来瞧贷款以及利息 对此徐晓星直言说 完全不知道自己婆婆去贷款 她更表示不知道婆婆是向哪一间银行贷的款 她的婆婆去借钱也没有告知她和丈夫 也因此婆婆拿房子去抵押借钱给先生的姐姐 会和她先生讨论 甚至找她的媳妇谈论利息吗 好她要讽问大家说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一定会阻止 绿营现在狂打说徐晓星贷的名表 不过现在回力标扫到了吴思瑶 这是脸书的粉砖政客爽下午 在一连三篇发了三篇文 这个主角全部都是吴思瑶 要质疑的就是吴思瑶的手上戴的名表 是不是爱马仕表呢 两款不一样的表 售价是14万元到19万不等 第二篇吴思瑶除了是爱马仕女孩之外 脚上的这个鞋子的品牌 也是法国名牌呢 售价3到4万元不等 第三篇再说的是吴思瑶 常常说自己穿的是Net 台湾本土品牌爱用国货 结果呢衬衫被爆出来了 也是名牌差不多一件 要台币8万呢 甚至还有两件高档的围巾 现在脸书粉砖政客爽 就大酸吴思瑶了 根本就是捍卫Net工作 但是穿爱马仕才是生活吧 好现在立委叶元之就在异常里头 说自己跟徐晓星最近是有短暂聊天的 他认为说在绿营的猛攻之下 其实徐晓星他的心情已经恢复了 而对绿营的态度就是要战就来战 我有看他前几天的直播 他大概一个多小时 然后就把徐晓星的前世今生 都拿来评论 对真的真的讲得非常细 包括徐晓星什么几年前哪一段访问 讲了什么 然后后来讲了什么 然后当然也有讲他上次那个停车 那个事情 然后就是前世今生讲了一遍 然后呢 这个衣服也是我一张一张 这样评头论足 他那天直播超多人看的 也有不少人赌内给他 所以我觉得 我在想说苗博雅什么时候这么闲 苗博雅他不是自诩自己是问证 准备很多资料 法律人然后很理性 结果你现在不去监督这个政府 你跑去监督徐晓星 然后开一个直播讲个八卦 把自己讲得好像是时尚界的名人一样 在干嘛 其实就是在充自己的流量 那黄杰应该也是类似的心态 我今天跟晓星在议场 我们因为我们都在等投票 聊了蛮久 我觉得他其实心情 现在一通通都恢复了 因为一开始确实可能有一点点 因为牵涉到就是原生家庭 跟他夫家那边的一些 我觉得他夹在中间 有一点点的感觉是这样 可能有点情绪受影响 但现在我觉得他已经都不怕 你要来战就来战 要来战 因为中间选民真的只是会觉得 他们绿的很无聊 看到这是台南的校园 营养午餐的食材 居然爆出了采购的黑幕 这是台南市议员林彦 住在十九号质询的时候 就出社照片爆料部分的学校 没有严格管控食材的品质 放任不效厂商将劣职的烂菜 送到中央厨房 害的学童们吃不饱 学校的营养师级厨工反应 还被家长会长威胁 而教育局回应说 这照片都是验收退货的蔬菜 没有提供给学童们来使用 而这名会长也已经请辞了 市府还将会增订全台第一个 家长会长排黑的条款 北捷公司营运的儿童新乐园 今年第一季吸引了超过 四万人次入园 但是美食街的店家日前爆发出了 蔬菜发黑的事件 这园区巡查声称是正常的 但是卫生局发现了五项缺失之后 这个其他店家仍旧是有凌乱 不戴口罩等等问题 议员忧心保龄茶室案件恐怕重演 北捷现在就回应已经要求厂商 在五月十五号之前 要提出改善的整体计划 也会派秘密客来击查 北市警察局长张荣欣在18号 面对市议员秦桧的咨询时回应 保龄茶室中毒一案 近期将会有具体的结果 应该会破案 当然这样的说法 吸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北市长蒋万安在昨天受访时表示 这一切都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进后检警调查结果 市长请问一下 昨天保龄案局势市警局的局长 是会有安静禁 那现在这些报告 我们都是全力配合检掉的侦办 所以我想相关需要警方 这边来提供资料 这些画面等等 我们都提供 所以我们就静候 剪掉侦办的结果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